你好欢迎收看11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汝 为了强化花莲县的防灾教育工作 消防局特别从02-06地震灾害捐款专户中 提拨了4000万元的经费 打造全台首辆VR防灾体验车 而24号在中华国小举行启用典礼 希望能透过这样子拟针的科技模拟灾害发生时的情况 并在花莲县内巡回宣导 将防灾之势推广到偏乡的每一个角落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花莲县又时常面临台风地震、豪雨等复合型灾难的威胁 为了强化防灾教育工作 花莲县消防局特别从02-06地震灾害捐款专户中 提拨4000万元经费打造全台首辆VR防灾体验车 24号在中华国小举行启用典礼 县长徐真卫也在消防局代理局长吴兆远的陪同下 邀请芬兰商务办支处代表劳里劳尼奥和副代表杰雷塔拉 请临体验 现场由消防特殊弟兄介绍并示范各种设备 展现花莲均坚强的自主防灾救护量能 每一年我们无论上下学期做各学校 做无预警、无项目的这个防灾演变就是如此 希望我们能够将防灾的意识 能够从小、从教育、从社团开始 而未来这辆体验车也会到各学校以及各活动场域 或者在明年的1月19号会在接牌的地方 我们一起让大家有够的体验 我们也会把车子开到这个南区区 让大家一起无灾的时候能够有丢换意识 VR防灾体验车将防灾知识 拓展深入花莲县偏向区域 让所有地区的民众与孩童 都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科技与设备 透过视觉影像与游戏场景互动 学习如何使用灭火器 在火场浓烟中低值爬行 及高空营救小动物等等 以郁娇娱乐的方式 让民众能从区位体验中 吸取相关的防灾知识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